但您关心在中山高速公路五阳高架工程施工的阴架 今天上午9点多是传出了倒塌的意外 大型的阴架倒塌坠落 现场是险向还生 而这是位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56.7公里 内力交流道闸道入口附近 由于这里平常就很容易发生堵塞 这个五阳高架就是要来疏解车流的 没想到施工后却是过状况连连 上午的倒塌虽然说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因为清理现场封闭杂道 也造成了车流亏度严重